今晨五点一到 陆夜平台就挤满了观光客 为的就是趁早一睹热气球 升空的精彩画面 十几颗热气球在工作人员努力下 一颗颗树立在民众面前 台东热气球加年华 白天夜晚有着不同风味 一颗颗热气球发出橘红色火光 前方舞台雷射光束四射 伴随着音乐节奏 灿烂的热气球光雕秀热闹登场 气球火光轮流喷烟 已点燃游客热情的心情 2020台湾国际热气球加年华 11号清晨在台东登场 一整天游客超过六万 晚上开幕光雕晚会 吸引满满游客前来观赏 人潮将草坪淹没满座四万人次 光雕秀进行到一半 热气球后方放起高空烟火 黑暗的夜空点上炫烂火光 除了视觉享受 马上迎接而来 大咖摇滚乐团 八三腰 嗨爆陆夜高台 跑平超近距离音乐会 气氛到达最高点 伴随音乐灯光秀和烟火的享受 游客也跟着摆动身体 迈入第十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加年华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但不影响民众出游 参加热气球活动的热情 创下热气球开幕 首日游客人数最多记录 记者潘正贤曹娇人 台东报道 叫做